好,如果你可以的話看一下螢幕 現在螢幕上是一個X的一個Logo 這個東西就是推特的新Logo 所以以後不叫推特了 好,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起讀 所以推特要把他的這個很指標性的 很Iconic的這個Bird Logo 鳥的這個Logo 改成了X這樣子 好,那這是Elon Marks在周末的時候宣布的 在website上面已經live了 所以在website上已經看到就改了 那app的話大概還沒有這樣子 所以他本來有個網站就是x.com 好簡單的一個網站喔,x.com 所以現在這x.com就會被倒去了twitter.com 他認為這個目前還算是一個interim的Logo 所以interim這個字就是過渡期的 OK,暫時的interim 這個字常用在政治上 像例如說 用一個什麼例子來說呢 韓國瑜辭市長 然後後來出現一個臨時市長 好像也不是,直接陳其邁就接了對不對 有沒有經過一個選舉啊,我都忘了 總之就那個過渡期的這個概念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今天誰誰誰突然間不幹市長的辭掉了 像剛剛講韓國瑜 可能會先搞一個過渡市長出來 然後再經過選舉再選出真正的市長 這是我一個亂講 真的忘記當時發生什麼事 但anyway 所以這個interim就是過渡期的一個概念 暫時的一個這樣子 你說temporary好像也不是不行 OK 但temporary只有暫時沒有過渡期的那個概念在裡面 只有interim才有就是了 所以或許我們又會再可能就你剛看到那個X 說不定再過一段時間又會再改一次也不一定不知道 來我們再往下看一下還有什麼詞可以說 所以他就說我們要跟這個推特的這個品牌說拜拜 然後所有的鳥又會不見了 所以他就說了一下the social network mine not stop i just replacing the logo 所以他可能不是只有換掉logo而已 所以he said the company will eventually beat IDEO to the Twitter brand 所以這個BIDIDEO A-D-I-E-U 就是拜拜 這好像是西班牙文還是什麼的 IDEO 那說拜拜他用的是BID這個字很常見沒有錯 所以BID這個字我們一般或許理解為像例如說是下注 跟人家賭博的下注叫做BID 那可是像例如說去奧運會想要去申請那個主辦國 我們也可以說這是Olympic BID 東京想要辦啦北京想要辦啦倫敦想要辦啦 所以A lot of countries or a lot of cities are bidding to host the Olympic Games OK所以這個BID Olympic BID也是用這個字 那這就沒有賭的意思就是了 所以BID還有就是我剛剛說的說再見 所以說BID Farewell 那他用的是IDEO這個字這樣子OK 所以Fairwell是拜拜 所以BID Farewell to you OK所以說拜拜可以用BID這個字 Alright 好呢再往下看 這個XLogo 很酷 那他又說了 所以他就說以後啊 如果說你要講說這個人發了三則推文 那三則推文英文就會說 誰誰誰 posted three tweets 所以tweet這個字就可以這樣推文的意思 可是你要把Twitter改成X了 就不叫做tweet啦對不對 所以他說以後啊他就要把變成叫做Xs OKX這樣子 我會覺得可能這可能花了點時間大家習慣說真的 這不是那麼簡單 那而且不只是這個推文叫做tweet 動詞也是 例如說 somebody tweeted that he was able to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somebody tweeted 這個tweeted就是動詞過去式這樣 那以後要用什麼動詞呢 我真的不知道 就好比說今天google我們都已經很習慣 我google什麼東西 google的term什麼什麼 得到一個什麼答案 google當動詞用 如果今天google換名字 那怎麼辦 我們日常的用詞就少一個 然後習慣一個新的 所以可能有點難 我覺得 但總之推特他這邊說的就是 非常的CEO CEO他好像前一陣子請了一個女的CEO 所以他說 他就說推特以後這功能會越來越多 所以Twitter說對不起X will go further and will have features centered in audio video messaging payment banking and make it a global marketplace for ideas good services and opportunities 天下好像好多東西 所以他這個X這個東西 會center在音音上 audio video傳訊息 messaging 付款payment banking 其實跟微信可能就變得有點像 我不知道 但微信是個人個人的傳訊息 所以推特還是一個就是一直在滑動滑動的 看人家新聞的一個概念 不過其實我們這個feature line 上面也是有 但總之弄的最好還是推特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全球的市場 好來大家提供idea提供服務 提供貨物這些的以及機會 好anyway 那這裡分享一個算是一個冷知識 就是馬斯克一直對X這個字母 有非常強烈的一個obsession obsessed 對這個字非常著迷 這個字母非常著迷 所以97年他就已經創立了X.com 那這個X.com後來就變成了 我們知道那個第三方副款的公司 paypal 這個詞我們台灣同學很多人唸錯 我聽過人家唸成paypal 不是他唸成paypal pal這個字就是夥伴 paypal how's it going OK 他們以前有個詞叫筆友 筆友就是penpal OK 知道筆友的概念嗎 我相信有人知道了 我不要說 因為現在不需要 現在大家就傳訊息就好了 比個屁啊 但以前有個詞叫penpal 筆友 所以pal就是夥伴朋友 所以paypal就是那個服務的名字 所以其實paypal是 這個elon musk創立的 OK 然後他的那個你知道太空船公司 叫做SpaceX 有X在裡面 然後最近創了一個AI公司 就叫做X.AI 又有X在裡面 然後呢 再來就特斯拉 你知道特斯拉有model X 對不對 那我再多講一個冷知識 這冷知識就是 其實elon musk 是想要把他的所有的車款 拼出一個詞叫sexy 就是性感 所以 那個特斯拉有model S 沒錯 有model X 沒錯 有model Y 沒錯 那你說E去哪裡了 他把E讓度給了福特這家公司 所以福特會出model E 所以他真的湊出了sexy這個字 很酷 這是我前年才看到的冷知識這樣 你看 好 所以 大概講到這樣也夠了 所以也就是說要換logo啦 目前你知道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他會慢慢慢慢把這個bird的logo 以及所有的跟鳥有關的概念 都慢慢把它階段性的把它取除掉 所以這個階段性的把它淘汰掉 我們有時候一個詞叫face out OK so he's facing out 這些跟鳥有關的這些概念 或者圖像 或什麼的這樣 應該 好啦我是Paul 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